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 辛苦了 没事 师傅 我看 是否应该对十余全家 进行一次命运搜查 也许可以查出一些现实 不行 他们家里面还有孩子保姆 一大堆人呢 现在去打草惊蛇 要稳住 小心小心 谢谢啊小伙子 谢谢啊 您是大户人家的阿姨吧 是啊 我家里来了一个乡下的亲戚 想在城里找个工作 不知道您家里需不需要做杂工的 我们家不需要 那 要是花园里面长了杂草 难道是你们老板自己捡吗 他才不捡呢 是个年轻的姑娘捡的 哦 啊 好 哎 师傅 师傅 十余全在撒谎 他根本就没有捡过花园里的撒谎 他手上的伤有问题 知道吗 请不吝点赞 靠近 我可以 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时候才能像师父那样 刚才那个男人实在是太坏了 就是 二妹妹 去哪里啊 一身臭味 多少时间没洗澡了 小憋塞 别再跟着我们了 再跟着我们等着吃耳光呢 刚才那个女人一脸球酸笑话 就是 带航板就吃铁了肉 再跟 小心我们老板揍死你 有毛病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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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拾开妓院不交保护费 那么就让你的头牌小玉和小翠陪我们兄弟 要不我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 那你就没法过了 大哥小玉小翠在外面还没有回来 这个许多姑娘你随便挑一颗吧 我不收你们钱 管我要钱 我的打人份还没有收呢 管老子要钱 不打 不打 记得我叫宝费 动不动 我是探长罗商天 罗商天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吗 罗探长 上海担大名鼎鼎的生探罗商天 九分大名如雷罐 既然你们知道我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们警告 孩子站好了 罗商天在执行公务 我可以依你们妨碍公务击兵你们 我的家好了 你们这帮家伙 不遵守法计 欺民霸良 今天我让你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管你们呢 这人这么大 就是 罗大爷 别打了 我们下次再也不敢 罗大爷 别打了 我们下次再也不敢 你们都站起来还剩一排 你们都给我滚 再让我看到你们就死定了 孙女们再也不敢了 我看到再也不会见到孙女们 你这是大名鼎鼎的罗商天 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实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想报 今天给大家光临 才使得我们没有被几个小牛马给打死 小翠小月 大家一起过来 谢谢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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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有臭味 得离你们远点 怎么回事啊 三哥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大侦探罗上天 我们错了我们看左眼了 罗探长我们有眼不识探山啊 三哥 小德无意回报 今天晚上就让小翠小玉 伺候你老一晚上 你这是干什么 我只是在维护法纪 你这么做 把我罗桑天想成什么人了 三哥 我没什么意思 真没什么意思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 今天如果你不在 我们这些人 小命都没了 你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是啊是啊 你爸那么辛苦 又那么操劳 我们孝孝谱 是应该的 大探长 我们喜欢你啊 我身上有臭味 还是算了吧 罗探长 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罗探长 你就联香心愈一次嘛 三哥 就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